一直以來台灣處在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位置 就是它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 它是很多的混合體 那可是在於現在有一種國族的氣氛裡面 想要以國族的方式去形成一個國家的樣態 其實我覺得這裡有點死胡同 所以在選擇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一直嘗試著再把一些 我們應該知道的 或是它隱而未見的一些事情 然後透過一個不同的敘事方法 然後重新讓它附上台面 比較站在我的備設物跟我的觀眾之間的一個 比較接近Ridge橋樑的狀態 因為這個殖民神話它是一個非常強硬的 它是非常一個被塑造出來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背後一定會有很多的問題 那包括它背後一個很明確的 關於災難之間的聯繫地獄性的部分 它跟我們是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苗栗那個地方是我母親的故鄉這樣子 其實大概是最隱而未見的 也大概最代表了我們台灣現在的居民 他們在對自己的那種混亂的認同裡面 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題目 所以就選擇這樣國歌上一個題目這樣子 一貫以來我面對我的備設物對象的方式 其實就是一個很平式的方式 沒有特別高位或是特別低位 去做很多比較誇張的敬畏的調整 那或許在攝影裡面 這個比較被稱為比較得勢 或是比較能調的方法 可是在我認為裡面 它反而是另外一種真實的去面對我的對象物 但我的對象物其實跟所有人 它其實是位在一個比較平等的狀態 就是我不去做任何的闡釋或意測 然後讓我的攝影背色的對象 它自己去延伸出它的敬事的方法跟模式 那所以大部分的影像 基本上都是在眼皮的狀態 那關於色調的部分 因為在我上一個作品 《災難風景》裡面的話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個時間性的關係 就是因為《災難風景》講的是那個 包括風災 那包括風災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近比較新的一個災難 可是我用黑白以及用類似 山水畫的方式去呈現它 所以它會將一個很新很近的東西 它變往回推 它推成一個古老流行的狀態 也就是說或許人禍 在整個時間的脈絡裡面 它其實只不過是很小一個部分而已 只是對我們人類而言 它是個巨大的災難 那回到這個石長春既有的話 它就會變成 我如何把這個過去的事件 召喚回來 因為這件事情是1935年 《灌道山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所產生的一個殖民神話 所以我有點類似 召魂的方式 就是把那個過去的事件 召喚到現代來 那在我們所理解的 就是攝影的一件事情 它在黑白的時候 它把顏色抽掉的話 它其實把時間性跟現實都抽掉了 那可是當人家彩色的時候 色彩進來的時候 它比較有現實感 所以有點刻意的去處理這樣的東西 讓現實感再重新浮到現在 可以看到東西上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色調的部分 不管是到底黎明之前 或是黎明這樣子 或是黃昏 或是這種很朦朧 很模糊的一個時刻 它永遠都不知道 它到底是在哪一個時刻的狀態 其實也是符合這個概念 概念上的處理 所以我特別讓它 比較像是清晨 或者是黃昏的那個時刻 去調整這個色調 那剛好也是那個 觀像山大地震也是 1930年4月21日 早上6點雲二分的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剛好 就是天剛亮的時候 所以特地學了這樣的一個色調 在時間上的空間上 以及在整個事件的 發生的過程裡面 試著讓它聯合在一起這樣子 即時攝影的傳統上 即時攝影的傳統上 它其實是以影像 來述說一個過去的事情 或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或是它覺得我們應該要去關注的事情 所以即時攝影只有它一個 脈絡在那邊 可是靜態影像 其實它一個很大的限制 就是媒體很大的限制 就是它沒有辦法 是一個像影片一樣 它是連續的 它是動態的 它是類似把整個事件紀錄下來 然後再去說故事的一段方法 所以我會覺得 與其我去用即時攝影的方式去處理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我不如讓出更多的空間來 然後讓這個故事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去 醞釀去發生 所以這個整個作品的背後的故事 其實我反而是藉由一個行動論壇的方式 就是說我跟俊達跟Wallis同幹 然後我們到現場去 然後重新走這一條 這個國樂少年他在過世之前走的送醫的路程 那他們兩個對這件事情其實不太清楚 那也是因為不太清楚 所以他們會用各自的角度 一個藝品的角度 跟一個文學家的角度去觀看這件事情 那剛好 然後Wallis他又是在 是強頌旁邊的山上的太陽族人 所以他會有更多的想像 不是想像 而是更多的歷史的觀點 或是對於他們原住民 對這件事情的觀點 然後重新地去闡釋他 重新地去以他的觀點去看這件事情 那就像我一直想要強調 殖民神話這件事情 他當然在某程度上 是有當時的時空背景 那可是我們現在去理解 這件事情 難道我們一定非得 從國族的角度 或者受害者的角度去看他嗎 那比如說我們從 Wallis他從太陽族的方式 的角度去看他 他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面向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 或者 或許這個故事 我們就讓他用一種 遊記的方法 在文字裡面呈現 可是如果你用一個 比較既視攝影的方法 在行走的過程中去記錄他的話 或是去拍這些東西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 箱子裡面的 某件事件的技術 記載然後論述這樣子 這樣的話在觀者的一個 思考的模式 或是在觀看影像的模式的時候 他其實又會回到一個很線性的狀態裡面去 所以我反而是在我們走這條路的時候 路上每個重要點 我們曾經停下來聊天的點 我以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方式 然後就是拍一個現在的風景 然後把以前的這個故事 然後現在它是怎麼樣 有點像是把不同的時空 在某個當下重疊 只不過是重疊的方式 並不是影像 而是觀者 他在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所產生出來的想像 盡量就不要去有一個太明確的 敘事的內容跟結構在裡面這樣子 這個作品雖然到最後還是以一個 攝影的方式來呈現 可是其實因為我本來就是操作了 攝影這個媒材 但是還是想在這個媒材本身裡面 然後去操作一下一些不同的概念 跟想像這樣子 那上一個作品 在那風景的話 因為它的對象其實是天災 在攝影裡面的話 我們通常稱橫幅的影像為Landscape 所以我用一個橫幅的方式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拍攝 那這一套作品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都是一個風景 那可是我用直的方式來拍它 因為就像我講的是 在攝影理會裡面 就是直式的這個方式 其實我們稱它為Portrait 就是原像 所以有刻意的直式 全部都是用直式的Portrait的方法 然後因為這個故事背後 它其實就是一個人 一個過去所發生的一個人物 對所以就馬上改成直式的來 試著在這樣的一個景物 和風景裡面去描述這樣的一件事 或許我根本就是在拍那個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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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